我們就選擇了同趣作為我們餐廳的一個切入點 我們會發覺這些小朋友來到這裏他很開心 而且永遠不會去摸手機 Hello 大家好 我是餵食恐龍恐龍先生的負責人Ocean 大家好 我是Free 餐廳以恐龍為主題其實主要是兩個原因 恐龍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有很多的粉絲 而且這些粉絲都不是小朋友 很多大人都很喜歡恐龍 還有第二個原因就是屬於個人原因 因為我的兒子他從小到大都是一個恐龍迷 有一次我們在講開就說 香港好像都未發現到有一間以恐龍主題做餐廳 然後小朋友就說 好啊 好啊 如果有一間這樣的餐廳 所以在那次我們就想 如果有一間這樣的餐廳的話 可能很多喜歡恐龍的人 他們都會期待 我們的理念當中有一句說話 就叫做 Eat like a dino Love like a rhino 即是我們希望吃東西的時候 大家好像恐龍一樣 可以盡情地去吃 在吃的時候 他可以有很開心的心情 以及有不斷的笑聲 我們就選擇了這個同趣 作為我們餐廳的一個切入點 希望通過一些特色的恐龍裝修 加上一些比較簡單 但是又很有趣 大家又比較熟悉的一些玩具 從而令到一些客人來吃東西之前 等菜的時候可以玩一下 增加客人之間的互動 令到他們將他們隱藏在內心那種紅針 換成我們這裡來的小朋友 小朋友會覺得這裡是他的主場 因為這裡有很多的玩具 進來之後除了他自己玩 其實他的家長都會陪他一起玩 永遠不會去摸手機 而家長都不會 那些食物就盡量去選一些比較新鮮的 即是送蛋的食材 還有食品的顏色上面 就盡量多彩一點 我們根據恐龍的生活習性 我們就為這些菜式起了一些特別的名字 霸王龍的小食拼盤 又或者是蒼龍的全日早餐 希望能夠增加一些脆味